如果有人膽敢把台湾分裂出去 我们一定会不惜一战 不惜代价 两年前 香格里拉会议上 当着四十国的面大声呛响 两年后 前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 却遭中共开闸落马 决定给予魏凤和开除党籍处分 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 中共指控魏凤和违规接受巨额汇款 以及礼品礼金 因此移送军事检察机关调查起诉 他的继任者李尚福也遭清算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 送给他人钱款 涉嫌行贿罪 魏凤和从二零一八到二零二三年间 担任中国国防部长 接班的李尚福在位短短七个月就被免职 此前声传两人卷入火箭军集体贪腐 但官方新出路的报告中 没有提及他们涉及的案件 身为中共内部最知名的习家军 魏凤和被打成过街老鼠 前台北支局长石板明福认为 中共军队内的权力斗争 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 连两任防长同时被移送法办 难免让在位首脑们坐立难安 也严重打击中共军队士气 连两任大将被清算 魏凤和被指信仰坍塌终成失节 李尚福则被称背弃初心使命 丧失党性原则 精气不佳 政局动荡 习近平高压维稳下 也让体制内人心惶惶 《三里新闻》 刘绝宇报导